玩是一种态度大圣陪你聊玩具 欢迎回到玩魔会分享时间 大家好 今天与大家一同来分享的是由FJ出品的KO版本 万代超合金魂百兽王的红狮子 那么也感谢一下淘宝店家 惠惠的新奇玩具 为大圣这款玩具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素质如何 那么OK 我们先从外包说起 在外包说起之前 跟大家说一下 本来我是最近想做一期 NT出的新始源黑师 但无奈拿到了手肘的这个地方中奖了 而且恰逢新春佳节 工厂大妈都去放假了 所以这款玩具的一个分享 然后去做一下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的一个包装盒 包装盒整体的大小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个样子 正面是一个红狮子的野兽形态 背面的背景图是有一种岩浆的感觉 上面有FJ的一个品牌 并且标号是六岁以上可以玩 那后面的一个标志 整体的盒子峰会还是非常简单的 采取的是一个抽拉的一个方式 也并没有任何的说明书 当然我相信这么简单的一款玩具 也不需要说明书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玩具吧 那么OK 我们直接从这款玩具的一个主体看起 首先的大小方面 我们拿出一个标准的可乐罐 做一个对比 那这一次的这个大小 约莫就是这个边金刚 D级的一个大小 虽然东西非常小 拿到手的一个扎实程度非常好 因为整体的一个玩具 运用到大量的核心件 我们边讲一下它的这个细节 以及可动 边说一下它的一些内容 首先是头部 头部是标准的这个狮子头 头部的部分是有一个关节 它可以先缩到里面 也可以伸出来 伸出来的一个感觉 我略微是觉得是有一些刺耳的声音 可能是这里面的这个关节 不是特别清脆 如果低一点油的话 效果会好一些 然后头部的一个可动 嘴部的地方 我们把它拉伸 嘴部可以张得非常大 并且舌头里面是有这个 泡的一个细节刻画的 涂装也是非常精美 这个地方的一个细节做的还是不错的 眼睛的部分 细节涂装还是可以 这个整体的这个感觉 店家跟我说 这款小狮子是一个第二版 要比第一版好一些 但是具体我也不知道 第一版有什么问题 再就是这个整体的效果的一个感觉 我感觉这个漆面做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拿到这个镜头里 有一种闪闪亮亮的感觉 摸起来有一种A4MP27的一个感觉 很光滑 然后胸部的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机关的 这个机关我也不知道是这个炮台 还是这个雷达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找这种小人 坐在这个狮子上 做出一个驾驭这个狮子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做的蛮棒的 狮子的抬头低头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里面是一个球关 包括旋转360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介绍这款玩具的一个前脚 前脚先后踢前踢 它的活动性是没有问题的 并且前脚由于这个变形收纳 也是可以收纳到一个非常窄的一个程度 可以做的很好 然后外轮廓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大面积电镀键 这个电镀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没有说特别多的瑕疵 但是拿进之后 也是有一些星星点点的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腿部不光前踢后踢 把这个腿部向外拉伸之后 它里面是有一个大块的球形关节 保证它的活动性 这样它的活动性是更加的好 前台后台 而且这种活动性 可以没有角度的一个摆 这一点就是万代当时真的很牛逼的一个状态 然后就是腰部的这个地方 腰部是可以拉开的 拉开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轴 这个轴明显的颜色和其他颜色是不一样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大块的合金件 保证它的这个轴的一个拉伸 结合度还是非常好的 腰部的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齿轮关节 虽然是有齿轮关节 但是这个声音我觉得倒不是非常清楚 各位可以听一听 声音是有一点摩擦的声音 特别不是让人很舒服 如果低一点润滑油的话 我相信可能会好一些 整体的后腿部分也是前踢后踢没有问题 而且腿部可以收纳到里面 也是一个便宜需要 整体的这个电镀键做的也是非常好 而且后腿也是球形关节 往外拉伸之后 活动性还是不错的 最后就是这个尾巴的这个部分 这个尾巴还是非常短小可爱的 整体的尾巴是一个合金部件 也是作为这个百兽王合体时候的 这个手的一个连接件 所以做成这个合金的也是情有所缘 好了 那么整体的主体物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一一来搭载一下配件 首先是两把武器 两把武器的一个搭载 我们可以看有凸有凹 那么就可以把凸和凹进行一个搭载 我这款是有一点小中奖 我觉得这个地方搭载的有一些松 那这一面搭载就是比较合适了 还有一把冷兵器 这把像这个锄头的一个东西 这边是一个刃 这边是一个像锄头一样的东西 还是蛮尖的一个东西 那上面是有左右是有两个凸起的 那安插方式也是非常简单 把头这个嘴部打开之后 把舌头往下压一下 上面的地方是有一个凹槽 把这个凸点给它使劲的往上 往上摁住 然后把嘴咸上就可以 虽然不用咸这个地方也掉不了 但是显起来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好看了 这是一个动画设定 这个狮子 每个狮子它是要标出来一个这种冷兵器 最后就是这个尾巴的部分 尾巴的部分是每一段的球形关节 活动性还是非常好 只需要把这个尾巴安插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那整体的小狮子就完成了 附带这款狮子的还有这个所谓的地台配件 那么我们一起来安装一下 三块板 那这个地台配件呢 我们可以观察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薄一点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给它安插进去就可以 快速的把它安装一下啊 安装的效果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没有说特别难的一个感觉 三块小板 附带着七块大板啊 所以呢 整体的安插方式 只要找准这个点 就可以做好这个小板的一个安插 OK 还有这个 就整体买到这个玩具的朋友们 其实就是为了一个体验小时候的情怀 并不是说这款玩具的细节啊 怎么样怎么样 多数的就是一个情怀感 所以呢 把这款玩具 我也希望早早的出拳 出拳之后呢 可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展示 那么好 今天的这个狮子啊 就已经分享到这里了 作为这款 聊一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有什么事情可以与我在微博进行私聊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